今天6.3的地震是今年以来最大的 不过今天同样有一项新的记录 就是温度创下了新高 我们可以看到在台北市 下午2点14分的时候 台北市标出了36.3度的高温 这个温度也是今年以来最高温的记录了 那在板桥的话也有35.6度 淡水台中嘉义也有36.3度 到33到34度感觉上真的是非常的热 不过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了 这样子的好天气到今天就会结束了 因为明天有封面报道就会开始下雨咯 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地面天气图的状况了 可以看到这一波封面从明天开始 逐渐影响台湾 所以明天全台都要注意有午后雷震雨 出门的时候都要记得把雨伞带在身上 那至于这一波封面的话 预计影响台湾三到四天 所以未来一整个礼拜的话 温度会稍稍下降一点 也会开始下雨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未来一整周的天气状况了 可以看到这一整个礼拜几乎都是在下雨的 只是都是短暂正雨 雨是不是很大 但是提醒大家 雨伞都要记得带在身上 比较保险才不会淋湿了 那至于温度方面的话 可以看到北部地区下降了五度 来到了三十一度到三十二度 感觉上是比较没有这么热了 那中南部地区的话 一样是维持在三十三度的温度 东部地区则是有三十一度哦 那么这一整个礼拜受到下雨的影响 感觉上是比较凉一点点 温度上也会感觉比较舒适 那我们再关心一下明天详细的温度预测 北部地区二十六度到三十五度 降雨几率是零到百分之十 中部地区二十六度到三十四度 降雨几率是零 南部地区二十七度到三十四度 降雨几率是零到百分之十 东部地区二十六度到三十四度 降雨几率是零到百分之二十 外岛地区二十五度到三十二度 降雨几率是零到百分之十 好 提醒大家了 明天受到整个封面的影响 全台湾都会下雨 天气上是变得比较不稳定 所以出门的时候 都要记得把雨伞带在身上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气象资讯